听说泰国都是浓烟线美女 泰国人难道都没有脱发的问题吗 原来这才是泰国人浓烟线发的秘密 Hello 大家好 我是蔡舅舅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头发的话题 这个话题的起因呢 是我发现好像大家对自己的发量都很焦虑 我有很多朋友说看到泰国美女都是浓烟线 难道泰国人都没有脱发的溃扰吗 简直就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泰国美女这种浓烟线的特征呢 最突出最亮眼的就是他们乌黑浓密的秀发 加上他们浓郁的眉毛还有蜂蜜色的肌肤 就显得眉眼深邃 散发出一种美艳大方的气场 如此优秀的发量 哪个姐妹看到不会流下羡慕的泪水呢 但我们泰国美女为什么都是浓烟线呢 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呢 就是说泰国人在很少的时候头发就会比较的厚 那根据古老信仰的传统呢 泰国的父母呢 会给一到三月大的小朋友做剃头发 剃眉毛 修剪指甲的仪式 这样孩子以后就会进化好抚养 在剃头的时候呢 会给小朋友的头皮涂抹一种叫做蝶豆花的植物 据说这样小朋友长大之后 头发就会更黑更亮 另外呢 泰国人特别钟爱冷水洗头 简直就是到了一种一天不洗浑身难受的程度 那从头发护理的角度上来说呢 冷水洗头确实可以收缩毛鳞片 避免头发干燥的问题 让头发保持清爽舒适的状态 泰国人真的没有头发困扬吗 所以剃发仪式冷水洗头 就是泰国人浓烟系的秘诀吗 这其实是个大大的误会 头发的问题呢 在泰国人中其实也很常见 根据泰国这一边的统计研究表明 泰国出现头发稀疏或者是秃顶的问题 有超过3300万人 特别是男性 头发问题更为严重 大概有1750万人出现了发量危机 所以其实并不是每个泰国人都拥有浓烟系的美貌哦 头发多不多 其实主要还是看个人的遗权基因决定 做不做剃发仪式其实并不能影响发量 而泰国人喜欢冷水洗头 主要还是因为四季炎热的气候 这个跟防止头发其实是没有关系 如果我听说 现在给蔡舟舟一键三连的宝贝 头发会变多哦 那泰国人遇上的头发会怎么办呢 其实农烟系的美女 就会有很多护理头发的秘诀 那从泰国一些出名的明星 博主分享的经验来看 他们更推荐温水和冷水交叉洗头 那其实这个冷水也不是我们说的冰水 就是常温的冷水 另外一定要根据油性或者干性的法制 选择合适的产品 这个比较重要 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分享的很多源自泰国民间的养发偏方 那泰国民间真的是很神秘耶 以用橄榄油做法模可以让头发柔软光滑 卡菲尔森成绩呢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浸泡头发 可以去卸防脱 那对头发发黑最有用的就是黑芝麻油还有蝴蝶兰芝 据说可以用来浸泡头发加头皮 都可以让头发变浓变黑 那这最终呢在这里就把涉及到的偏方分享给大家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哦 其实如果头发的问题真的很明显 很严重 到了随便遇到个手人都要询问关心的程度 泰国人还是会去找医生的 为了自己的头发 人还是不要太过要强 中所周知的泰国是一个 美容行业发达的国家 治疗脱发同样是专业的 对于早期的脱发来说呢 药物治疗是有改善的效果的 而如果已经很严重 或者是说想要快速恢复到很好的效果 那就要考虑直发手术啦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泰国的直发手术 可以说是YYDS 从接待外国人的手术数量来说 泰国在亚洲可以排到第二 而且持发手术的顾客主要都是男性哦 泰国的直发手术从10年前发展到现在呢 已经有超过40家的美容机构提供专业的直发服务 直发手术在泰国已经是仅次于面部 还有朱生米第三大美容手术 在泰国这边呢 直发的费用比较有性价比的会是2万到3万泰铢不等 书名的机构做的直发价格呢 约12到15万铢不等 像采用直发机器人的手术收费呢 就能达到20甚至是四五十万泰铢不等 据说这种高科技技能呢 能有效的提升毛根移植的存活率 能够达到超高的90%到95% 那头发移植的原理呢 其实就是从本身还算茂密的厚脑勺的头发里面 取出部分发跟种到脱发的区域 就有一点点像那个种田插秧一样 那移植的毛囊呢就会在我们种植头发的区域落地生根 然后生长变长 和正常的头发一样 而且非常稳固 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 可以说是改向头发问题最快最好的手段 但是如果头发太严重 可以用于移植的毛囊太少 就没有办法直发了 所以直发一定要早下决心 早点落实哦 聊到这里忍不住感叹 社会在高速的发展 可是好像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变得更轻松 就是要发达的网络 让我们看到泰国的浓烟系美女令人羡慕的修发 而自己呢却在为头发的危机暗然身伤 这种落差真的是会让人更焦虑吧 那其实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我想扑脱发的人也会有其他的烦恼 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接受现实 然后努力的去改变它 时间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我是蔡舅舅带你了解更多的人文小知识 如果有想要对我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看到都会回复 还要再说一句 这一期给我点赞的宝贝们头发都会越长越多 越长越多 肯定越来越瘦 身材苗条棒棒的啊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哟